既然这样,老板有没有兴致和我玩个游戏呢? 我们跟上去,再有什么意外情况,我们马上撤。 想不到我也有被难住的一天。 不过别担心,我可是King。 Zeki,我想为你画朝阳满月, 画山砖潮汐。 我想为你画你们光所及的一切。 我希望,这每一幅画里,都有你。 尊敬的见证者,请赐予我至高无上的荣耀,与权利。 神赐予我荣誉的皇冠。 没想到,一场清风,却将王后送入了我怀中。 想偷袭? 我可是时刻关注着你呢。 这叫君子爱识,取之有道。 如果是跟你一起,那我愿意相信,这是与灵之神给予我的指引。 愿我们的余生,都会如同眼前这景色一般,相互牵绊,相互交缠。 我费尽心,亲手设计的礼物,当然,要我亲自帮你戴上了。 怎么了? 我希望你不要对我做太过分的事情。 听说只要是一起看过极光的人,都能获得幸福。 连名字我都想好了,就叫一碗合印面店。 你不觉得自己现在这样很危险吗? 我说呀,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 所以,我们逃吧。 今晚才刚刚开始,我们还有机会去任何地方,创造更多的回忆。 就像现在这样,陪我待一会儿就好。 你,你看到了? 好吧好吧,在你面前,我要乖乖听话。 你喜欢的话,我会让它永远绽放,永远陪在你身边。 怎么样?是不是很好看?很完美? 我整整看着这样的事情发生。 你温热在我手 你是未定的希望 却是注定的光芒 照应我的心 到黑夜褪去 愿我也能温暖你 你喂我吃 怎么样? 不是很方便吗? 律师姐姐 她是一个很懂猫的人类 会放纵我的孩子气 包容我的任性 她会陪着我去冒险 用她的方式时刻保留我 而非虚情假意的口头为她 当然,她也有对我发脾气的时候 可那样子却像极了猫的金鬼 让我着迷 啊,我的小公主 我多么想独自占有她 让她的眼中只有我的存在 容不下旁人